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春节的时候我和大家一起过的2019年的春节 不知道那个时候有谁在这儿呢 哇 很多的人啊 然后呢 前两周吧 前三周 然后又受张牧师的邀请 又参加了咱们这面的庆祝和河本圣经一百周年的一次聚会 那天有谁在呢 那我想呢 那前两次的我的身份都还是以一个音乐人的身份 那我想第一次来跟大家来 不是来讲道 我带了一个乐队来一起跟大家来展示我自己的音乐作品 一起来敬拜神 我想呢 你们会看到世俗的音乐和教会的音乐有很大的区别 除了音乐风格上面有区别之外 他的音乐歌词那是很大的不一样 我想你们也知道中国有很多的歌曲 比方说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曲叫一千个什么呢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你会发现在世俗的世界文化当中 有很多的理由你都应该伤心 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太悲惨了 太悲哀了 每天的事情 你从一睁开眼你就应该很难过 因为有太多的事情烦心 但是你会发现到了教会呢 有一首英文歌非常非常的有名 叫做一万个敬拜神的理由 他讲到要一个人要敬拜神有一万个理由 所以你会发现敬拜神和有世俗的世界的文化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那我今天也感谢教会啊 弟兄姊妹给我机会 那我今天来分享的信息的主题呢 就是这个白板上已经看见了 敬拜神的意义 所以呢我想敬拜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敬拜这个词呢 如果从中文的意义上面来讲 或者是从英文的意义上 大家很容易去误解它 因为讲到敬拜是什么意思呢 英文讲worship 所以呢很多人一说叫敬拜神 我worship God的时候呢 都是讲到唱歌给神听 但是在圣经当中你会发现 敬拜神不单单是指到唱歌 不是说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参加了乐队 参加了敬拜队 所以当你敬拜神的时候 当你唱歌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叫敬拜神 其实不是的 在整个的圣经当中 你会发现一个人的一生 一个跟随神的一生都是敬拜神的一生 所以在你的一生当中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敬拜神 包括你听到 包括你在家里面服侍妻子 服侍孩子 服侍丈夫 到了教会里面做这个准备食物 打扫清洁 所有的事情都是敬拜神 或者说你的心思意念 你的每一个动作都应该是在敬拜神 但我想在敬拜神当中 我们也有很大的挑战 因为这个世俗的世界 让我们去敬拜这个世界 让我们去敬拜真正的神 这个是在我们来打开 《使徒行传》17章 我们念一段经文 是今天有关的信息 那我想今天的信息 我不是用主节这样解经的方式来给大家来讲 那我会引用很多的不同的圣经经节 来用一个主题式的方式来讲敬拜神的意义 那敬拜神的意义 我今天也讲到只是从人的这个方面去考虑 那我想实际上从敬拜神的方面 要从神的方面去考虑 有很多的不同的方面来考虑 到底什么是敬拜神 到底敬拜神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意义 所以我今天的角度 讲到敬拜神的意义 是从人的这个角度来考虑的 我们找到的话呢 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 好 我们一起来念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即是天理人物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服侍 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他从一本造出万贼的人 住在全地上 一些预定 严县和所住的将界 要叫他们寻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就如你们作诗的友人说 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我们既是神所生的 就不当以为神和神性 向人用手艺 心思所雕刻的金 银 石 世上无知的时候 神顿不见长 那这段圣经是保罗到了雅典以后呢 他向雅典当地的这些人 给他们来传福音 雅典是以智慧著称的城市 我想从古代当中很主要的希腊文化 是很主要地影响了西方的文明 那在那个时候 雅典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城市 那整个的这个城市是以 本来是以智慧著称的城市 但是当保罗走进城的时候 他心里面如火风烧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见这个城市里面 这个以智慧著称的城市 就是到处都偶像伶俐 他们在敬拜偶像 那每一个偶像的后面都是什么呢 都是反射出折射出人的罪性 和人的私欲 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讲调强调 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 都在乎神 好 有一个问题 如果在这个 你们看见这些 有很多的这些词在这儿 你们在这几样事情当中 选出三样维持生命的基本因素 如果是你的话 你有哪三样是你的答案呢 能说一下吗 第一个我听见了氧气 说阳光的 水 还有什么呢 有三样 我要说三样 阳光 氧气水 还有没有 声音大一点 爱 金钱 神 那我想 你会发现 在这个 我们 当然我想还是从 这个 我们的这个 身体的需要 我从网上也查了资料 也发现有不同的答案 那科学家也有不同的答案 他们会把这个叫能量 做为第一位 就这个宇宙万物要生存的话呢 他把这个能量做为第一位 还有水 然后是食物 那我想你在这些排比当中 实际上你会发现 你不来教会 你生命当中不去读经祷告 你没有和祭奥会弟兄姊妹肢体的生活 好像没有事情发生 你依然会过得很好 所以这个圣经却指向另外一个世界 一个肉眼看不见的生命灵魂 一个肉眼所看不见的世界就是神的国度 还有一个肉眼所不能见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 整个圣经却把这个人整个的思维心思意念 都指向一个看不见的国度 所以在这个肉眼所看得见的世界里面 你可能过得非常的好 你可能过得很体面 你可能认为你很自由 但是在神的国度 在那个看不见的国度当中 你可能像一个奴隶 你可能过得像一个瞎子 或者说你可能像一个死人一样活着 也可能在这个看得见的世界里面 你被受侵蚀 你不受尊重 被忽略 但是在另外一个国度里面 你却是尊贵无比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肉体的世界 肉眼所看见的世界 医治和肉眼所看不见的世界 在对上在争战 所以我想从这个方面 我们从再继续我们的答案 从这么多的事情当中 选出三样基本元素 我可以说 我们刚刚讲到了 我们的教会生活 读经祷告 和基兄姊妹的肢体的生活 可能不是你的 你没有这些事情 你还仍然活着 但是呢 如果一个人没有氧气 他只能存活两到三分钟 一个人如果没有水 他只能存活五到七天 一个人如果不吃食物 也有不同的答案 按照人个人的体质 有些人答案是二十天到七十天 甚至我看还有人说 如果只每天进水 只饮一些少量的水的话呢 他也能存活一年的 答案不一样 但是你会发现 氧气是第一位 只有两三分钟 如果你缺氧 你就会死亡 没有水 你会只能活五到七天 那接下来按照这个排比 按照这个次序往下来说的话呢 如果一个人没有神的话 他能活多久 如果一个人他离开神以后 能存活多久呢 我不知道你们的答案是什么 你们认为能存活多久 没有神人能活多久 这是一个不太好回答的问题 在十七章 刚才我们说的 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 保罗说到什么呢 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这边说到 清晰的说到 人类的生命生活的每一个面 都离不开神 都需要神的恩典 但是因着罪性 人随时可能背叛神 离弃神 所以当你一离弃神 和背叛神的时候 你就不能存活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是因为神的怜悯 神没有把敬拜他 排在维持生命的第一位 所以你会发现 很多的人会发现 哦 我不离拜神也能活着 我不去教会活得还很好 我礼拜天可以多睡一会儿啊 我为什么要早起呢 我已经工作这好几天了 所以到礼拜天 我应该好好地休息休息 有些人会觉得 教会生活会是一种禅累 有些人会觉得 我去敬拜神 对我的实际生活没有太大的帮助 所以很多的人不想去敬拜神 所以他们的 也许他们活着 也只是肉体的维持 所以我想在这边说 任何的一个人实际上 他离开神一秒钟 都不可能存活 但是神的怜悯 因为人的罪性 因为人的罪性随时会离开神 所以神没有让敬拜神 成为维持身体的必须的因素 或者我们说的再清楚一点 神许可敬拜生活 不是维持你肉体生命的必须 那我想从这个上面来讲到 第一个讲就是讲到 敬拜神在生活中的非必然性 非必然性就是神怜悯我们 因为我们随时会离开他 随时会背叛他 但是如果把敬拜神 作为生命的第一要素的话呢 没有人存活了 没有人能存活 人都会死掉 因为人的罪性 第二点 给人有机会来正确使用自由意志 要给人有自由 我想亚当夏娃是负面的榜样 因为他们错误地使用了自由意志 最终导致整个人类都遗传了罪的基因 但是呢 可以说不管你是谁 你是什么样的国家 你是什么样的血缘 你的血历是多少 当你有生命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就遗传了罪的罪性 所以你依然在亚当和夏娃的咒诅之下 但是呢 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 我们每个人不单单是在亚当和夏娃的咒诅之下 我们也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下 所以你有机会可以正确地使用你的自由意志 你用你自由意志离开神就是恶 用你的自由意志将用你的自由意志引向神 带向神的时候那就是善 所以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自由意志都要做出选择 而且每一个选择要付出代价 我们再往下看 为什么神敬拜生活在生命当中是非必然性 因为敬拜生活 因为这样的话呢 基督徒的生命成为一个不断悔改 不断被更新的过程 我们可以说 你去年的悔改祷告不能够延续到今天 你一个月之前的悔改 不能够维持到现在 我们说的再严重一点 甚至你几分钟之前的悔改祷告 也不能够支撑你此时此刻面对的挑战和诱惑和罪心 再说清楚一点 你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需要被神的话语更新 都需要被带领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 因为神没有把敬拜神作为生命的必要素的时候呢 因为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不断悔改 不断被更新的过程 这就是在耶利尼埃哥里面也提到说的 每一天都是新的 所以你每一天都要向神支取神的恩典 你每天随时随地都要去依靠神 可以说你活着你就是神的恩典 那我们说到敬拜神 我们刚看到是敬拜神在生活中的非必然性 因为人里面的罪性我们随时会离开神 但是我们一离开神我们就会面对死亡 所以神的怜悯没有让这个事情成为我们肉体的 生存的必要因素 所以在这个保罗在刚才说到 人们的动作存留心思意念都离不开神 他实际上提醒和强盗 敬拜神是在生活中的必然性 可以说就算一个人他活着的时候 他抵挡神 他反抗神 但是支持和供应他生存存在的那个能力 依然是从神而来 有一幅画 我想这个画一解出 你们就能很清晰的明白 这个画讲的什么呢 耶稣戴着钉横的手扶着前面一个罪人 这个罪人已经毫无力气了 他用自己仅有的力量拿着一个铁锤 另外一手拿着钉子 你会看到人仅有的力量 就是要用自己仅存的力量去要钉耶稣 就他生存的那个能力都是耶稣给他的 都是神给他的 但是神怜悯人 所以你会看到就是一个人抵挡神的能力 他活着的能力 因为他要靠氧气靠阳光靠食物靠水 这些也是从神而来 因为万物都是借着神造的 造凡造之物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所造的 他生命 他里面有生命 所以你会看到 人实际上在这个 我们说的敬拜神 我们第一点讲到 敬拜神在生命中的非必然性 实际上保罗在这边又强调 敬拜神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必不可少的元素 哪怕一个人他抵挡神 他的抵挡的能力实际上都是从神而来的 我们想往下来讲 敬拜神的意义 敬拜神是我们发现被吸引 又不得不追随的一种生命状态 神是我们生存的根基 目标和动机 神是我们生存的目标和动机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 你最大的困境也不是身份 你最大的困境 一个人最大的困境不是他的学历 不是他的人际关系 甚至不是疾病 也不是死亡 人最大的困境是你用尽你的智慧能力拼搏而来的 最后在罪的面前一文不值 你所努力所得到的 在罪的面前都被击垮 所以你会发现整个当保罗来到雅典的时候 当时的这些偶像伶俐的城市被智慧所著称的城市 里面却满了人的私欲 人的罪心 人用他一生的能力智慧努力 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两件事情 用自己一生的智慧能力 要第一个 要满足自己各样的欲望 第一个事情 想尽一切办法 用尽自己的能力和智慧 青春 想着办法满足自己的欲望 第二个事情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去保护 让自己的欲望能够实现的这些方法方式途径 我想保罗当时所看到的雅典城市 所面对的这些人的罪性 这些偶像 也是当今世界的问题 每一个人都在面对 我想你每天都在面对这些你的罪性 所以一个人 如果不将自己完全的降伏在神的面前 我们终将被罪捆绑 因为我们无法面对 我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努力去胜过这些罪 所以在加拿大书又写到 顺着情欲撒种的 必从情欲收起败坏 顺着圣灵撒种的 必从圣灵收永生 这边讲到人活着 不是单单为了食物 敬拜神的生活 才是生命不可或缺的因素 远远超过 我想神的恩典 是远远超过氧气水和食物 我们现在来讲到 这个敬拜神的意义 这是我们今天的最主要的主题在这儿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 诗篇第一篇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卸曼人的座位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我想这里面对福气的认识 圣经已经把整个世界上 世俗的对福气的认识完全的颠覆 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呢 就讲到敬拜神的人 我想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有一个顺序 很多人会误解 因为一个人他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卸曼人的座位 所以这样的人 他是被神祝福的人 如果当你这样解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你颠倒了这个思绪 因为你把自己作为义人了 因为你义 因为你行得好 所以你被神祝福 完全不是的 他这边核心的话在哪里呢 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才为有福 只有这样的人 你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的人 你才能够做到不从不占不作 不是因为你不顺服不做 顺着这些你自己的私欲 你有这样的能力 不是的 弟兄姊妹 我们所有从善而来的能力 都不是我们自己的 都是从神而来 所以唯独很多人想要得到福气 想要得到祝福 当然我们也说了 愿神祝福你 但是圣经版这里面讲得很清楚 什么样的人才有祝福呢 敬畏耶和华的人 昼夜思想的人 你才是一个蒙福的 只有敬拜神的生命 才能够合理的 合法的将我们个人的欲望 抑制情感心思 甚至生死带入最好的秩序当中 人内心各种各样的欲望 情感 抑制和管理 约束不是靠外在的约束 一个人内心的约束 如果只是来自外在的一个制度 一个条例来管理你的话 你永远都是表象的 人真正的顺服神 是来自于内在的 对神的顺服 有一个西北的传道人 年轻的传道人 经常在西北的乡间去传道 有一天一大早要赶路 去到另外一个乡村 这一天他要翻几座山 早晨出发 估计到下午才能到 他要去的目的地 因为那天初期的热 他所带的食物和水 很快就用完了 到了正当午的时候 太阳火辣辣地烧着他 人都晒出油了 然后没有食物 饥渴难忍 然后就往前赶路 再往前一看 这个山的脚下 有一片绿地 心里面很高兴 就快步走到了绿地旁边 走近一看 是一片瓜地 这个传道人心里面很高兴 终于可以有吃的了 终于可以休息一会了 他到了瓜地呢 四处一望 然后就喊 有人吗 主人在吗 有人吗 喊了几声以后呢 没人回答他 他四处一张望一想 主人不在 那我不能不吃啊 席地一坐 然后发现旁边 瓜地旁边呢 有很多的瓜皮在那里 他也知道 这已经有人在这吃过了 所以我也可以再吃一个 所以找了一个很好的瓜 然后席地一坐 就开始了 享受瓜的滋润 那么休息了一会儿 吃完西瓜 他整个的身体恢复 就准备赶路 走之前呢 四处张望 看着瓜地 没有人 他又想 再喊几声看看有没有人 又喊 有人吗 主人你在吗 你要不在我走了啊 没有人回答他 那这个时候呢 他心里想 那我就走吧 反正也没人 主人不在嘛 而且旁边已经吃了一地的瓜皮 所以我多吃一个 也无妨 就这样呢 心里想着想着 他就离开了瓜地 他走啊走啊 已经走了很长的时间 他越走心里面越难过 心里面越加的受责备 他心里面 主就责备他 说瓜地无主 你的心 其也无主呢 他说我是传道人呢 我要去给人去讲神的爱 那我为什么还能做成这样的事情呢 他心里面自责 所以就原路返回到了瓜地 把那瓜的银钱 该付的钱呢 放在一个主人能看见 有安全的地方 就走了 弟兄姊妹我想你们也知道 一个人内心完全降服 不是靠外界 如果外界的制度能制服你 能让你改变的话呢 我们不需要耶稣了 我们不需要基督了 没有一个人 甘心的完全被改变 是因为外界的制度被改变 只有你的内心被改变 只有你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 你才能够被真正的管住自己 而不是靠外界 真言二十五间 第十八节也讲到 人若不制服自己的心 好像会坏得强远 你可能一个国家也好 一个民族也好 一个团体也好 甚至一个教会 一个家庭 你不是靠着一个外在的制度 你一定是降服在一个更高的权柄之下 你也许外表看起来很强壮 很强大 但是就像这个圣经里面所写的一样 若没有制服自己的心 就好像一个毁坏的诚意 没有强缘 你所有的里面的外在的这种强大 被外在的东西 所有的随时可以攻破 你没有防守能力 真正的力量是来自于神 来自于敬拜神 所以敬拜神不是外界压力的结果 而是内心情愿降服在一个肉眼不能见 却真实存在的神的面前 所以只有敬拜神的生命 才能够让人的欲望被合理的安排 才能带入降服在神的爱的面前 我们讲到第一个 敬拜神是个体生命的最大祝福 我们讲到第二点 敬拜神是社会群体的 是对社会群体的最大的祝福 我想敬拜神 不单单是你对这个属世的世界的一个否定和拒绝 但实际上当你否定和拒绝这个世界 属世的世界的时候 这个世俗的与神为敌的世界的时候 实际上你是对这个世界的最大的祝福 敬拜神能够带出对群体最有效的属灵的影响力 所以可以换句话说 一个人一个家庭 对世界最有效的影响力 不是从来自于你的婚姻 来自于家庭 乃是来自于你对神的顺服 一个敬拜的生命 因着神的爱进入了以教会为主的社会关系 优先于这个社会关系优先于世俗的社会关系 这样就认定 就承认婚姻就是你们夫妻的关系 家庭包括你的长辈你的子女你的亲血缘的关系 包括工作血缘之外的关系 还有一个社会就是陌生人 社会更大的一个群体的陌生人之间的关系 还有包括生死的关系就是你的健康 都不能成为你自己的终极的拯救和归宿 你的家庭很幸福 但你知道神没有让力做家庭成为拯救你的一个地方 也许你的工作很好 也许你正在考虑找到一个更好的更稳定的收入更高的工作 但是神没有让工作场地成为你的救赎之力 所以你会发现家庭工作 包括你的血缘之内的各种各样的亲属之间的关系 都没有成为你的救赎之力 也不可能成为你的救赎之力 甚至就连宗教仪式本身都没有任何的救赎意义 我的儿子在两周前受洗 在受洗的时候呢 教会的牧师给他们这些孩子们做一些培训 我想 可能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弟兄姊妹 你们认为这个受洗是什么意义 那个牧师讲得很清楚 第一点 因为这个和我今天讲的有一点关系 说到宗教本身 宗教仪式本身没有救赎的能力 所以这个牧师第一点就讲到 受洗没有赎罪的功能 受洗不是把你的罪洗干净 我想很多的人 可能在出信福音的时候 我想你们可能也听过这样的笑话 你受过洗吗 我已经受过很多次了 那个人说 我已经受过某某牧师 有名的牧师不止一次 还受过那个牧师的洗 所以他以为受完洗以后就被洁净了 但是受洗没有赎罪的功能 受洗不是把你的罪洗干净的 而且那个牧师又讲到第二点 受洗不会让你和主的关系更近 不是的 受洗只是一个见证 见证什么呢 见证在世界在世人的面前 在这个看得见的世界面前 还有在这个看不见的灵界的面前 宣告你是主的人 而且宣告做一个见证 见证主是又真又活的 所以当一个人受洗的时候 他不是要求这个借着这个仪式 是把自己的罪洗净 不是的 也不是因为这样的 我做一个这样的仪式以后 我就和神的关系更近了 都不是 你接受洗礼 是要在看得见的 看不见的这个世界的面前宣告 主是在你生命当中做了什么 神怎么样改变你的生命 神怎么样把你从一个无知的 瞎眼的一个死亡的一个境地当中 拯救出来 进入到他的生命当中 我还有多少时间呢 看一下 我不知道我的时间 我先来讲 所以呢 连宗教仪式本身都没有任何的功能 所以只是敬拜神 所以教会是在一个特定的时空当中 透过具体的人群实施的救赎之功 最终上帝使用教会 这个特定的社会关系 来完成他的救赎工作 可以说 因着以教会为主的社会关系 其他的社会关系 才能进入到一个正常的秩序当中 离开神 人的日常生活 所有的社会活动 你的婚姻 你的工作 你的各种甚至你的宗教活动 都是背叛神 反叛神的一个场所 所以弟兄姊妹 我想当你们看到 敬拜神 对我们生命当中的意义非常大的时候 我想神会借着这些信息帮助你 让你敬拜神 这个世界面有两种秩序 一个属世的社会秩序 一种是属神的教会秩序 我说过 教会是上帝在时空当中 一个特定的 比它一个特定的功能 在某个世界历史当中 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机构 只有进入到社会的秩序当中 你的社会 你的其他的社会秩序 才能够正常 另外 两种社会秩序 一个属神的 一个属世的 这两种社会秩序 都要求你们顺服 怎么说呢 属世的社会也要你完全顺服 顺服它 属神的这个世界秩序 也需要你顺服它 你不可能不顺服 也许很多的人说 我也不想顺服这个世界的 属世的秩序 我也不想顺服属灵的秩序 我告诉你 那你的生活一定是非常混乱的 那怕你顺服了这个世界的秩序 如果你不顺服神 你的工作婚姻家庭 包括你孩子的教育 一定都是混乱的 只有把你的生活的秩序 敬拜神的秩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你的社会秩序 你的家庭 你的工作 才能变成 进入到轨道 可以说 我从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 从家庭来说 如果你不敬畏神 你的家庭就是一个受灾区 因为你随时随地想的 都是怎么样满足你自己 有一个犹太人的一个老师 他说 他说这个世界上 现在很多人已经将很多的定义 都已经扭曲了 怎么说呢 说爱 怎么叫爱呢 可能说我爱你 我爱一样东西 有些人爱吃鱼 吃完鱼以后 他说我真爱这条鱼 我很爱鱼 比如说我爱吃麻辣 我爱麻辣的东西 这个老师说 你不爱这些东西 你爱你自己 因为世界上的人 世界的爱是什么叫爱呢 我占有它 我拥有它 然后它来满足我 这种是爱 所有的人 但凡他不能满足我 他反对我 抵挡我的时候 我就恨他 所有的东西能够满足我的私欲 我眼目的情欲 我看不见的情欲 只要让我觉得舒服 我就爱 从吃的 从交朋友 从谈恋爱 从家庭 甚至在教会的生活当中 都是这样的 我们所有的目的 都是满足自己 但是 教会不是这样的 耶稣说是什么爱呢 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当你爱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应该是为他付出我 你要付出我 爱不是占有我 安不是索取 爱不是为了满足你的欲望 就像这面耶稣基督 把爱的定义也完全的颠覆 什么是爱呢 你爱一个人吗 爱他 怎么爱呢 花时间陪他 所以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教会里面 做了很多的事情 好像看不到结果 传福音也是 你花了时间 我告诉你弟兄姊妹 真的是这样 也许你在传福音的时候 没有结果 你可以花时间陪家人 你可以花时间满足自己 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是你花了时间 去陪那些还不认识主的人 你花了时间 为了让大家 建立这个看得见的 我们有形的教会 你花了时间在这个上面 也许没有结果 没有结果 没有那么快的结果 让你看见 立竿见影的看见 你做一件事情就有结果 没有 我们不是看 我们也听过多少次这样的故事 很多的宣教师 用他一辈子在一个地方 到一个小乡村里去 可能他的一辈子也就传个一个人 所以你说你传福音传了几年 一个人没有信主 那太正常了 一个人生命的改变 我想一个人生命的改变 不是因为某一个智慧者 某一个哲学家 某一个教授 给你传了福音 让你开了窍了 不是的 我想很多的人听到福音 不是因为他 这个有一个智慧的人 跟他去开导他的心灵 让他的愚拙的心眼开窍了 不是的 所有的人 或者说大部分的人 他们信主是为什么呢 他感受到了神的爱 他本来是一个不配的人 不配有的 他感受到了爱 所以呢 在这个 悲惨世界里面 这个Rarang 他一生 他在监狱当中度过 他所有的东西被别人冤枉 被别人陷害 最后被冤枉做了几十年的牢 终于从牢里出来 他已经对生命一点意义都不看好了 他已经觉得 他已经完全绝望透顶了 甚至他做所有的事情 觉得都无意义 所以呢 当这个神父来到他 来帮助他的时候呢 他是第一次心里面被震动 不是因为这个神父的哲学 这个神父读了多少的智慧 有多少的智慧 帮助他 开导他 然后让生命改变 不是的 Rarang 听到神父对他的呼叫的时候 他说 神父啊 没有人这样叫我 他们都叫我狗 都叫我滚蛋 只有你 叫我的名字 而且还叫我先生 这一下 让他看到不一样 这一下让他看到神基督的爱 通过一个神父 让他感受到了基督的舍命的爱 所以他知道 所以你们看到那个 《悲伞世界》里面的故事 是Rarang 从神父家里面住了一晚上以后 偷了银器要走的时候 最后在半路上被警察截住 把他警察把这个 Rarang 带回到神父的家里面 让神父指认 这个东西是不是他们家的 如果再次指认 如果是Rarang偷的 是他偷到的话呢 他要再次进入煎熬当中 但是神父做了什么呢 说这个东西是我送给他 弟兄姊妹 真正的爱是掩谈不了的 假的爱也掩谈不了 真的爱是付出 是给予 我想我们在这里面坐着 都是因为被神的爱触动 我们到教会面来 是为了听智慧哲学吗 不是 我们到教会来 是寻求什么呢 是寻求那属天的保障 可能这个属天的智慧和保障 在这个世界的人的哲学的眼光当中 一文不值 所以很多人到教会来 尤其到了中国 他们到了美国教会 可能发现美国的教会 在教会里面这些人 这些美国人 到了尤其是礼拜天的时候 穿上他们最漂亮的衣服 男的很绅士 女的也都打扮得非常漂亮 从老到少都打扮得非常好 他们去敬拜神 但是你会发现到了中国的农村 或者到中国的教会 你会发现很多人到了教会里面 不想去 为什么呢 他会看到中国的教会里面 全是老人 全是有病的人 全是各种各样有需要的人 所以他们看不上这些 但是神的爱 就在这个属世的眼光当中 他们觉得不值得 和不配有的时候 神的爱就在这里 你们在寻求什么呢 我说了 我相信你们到这来 不是为了听哲学的 你们在家里面可以看 有很多很好的哲学书籍 可以满足你们的思想 到了教会来是寻求神的爱的 所以敬拜神是对社会最大的一个祝福 还有一些时间我再讲 敬拜神是人类生命中最 对自由最完美的表达 敬拜神是使用自由的最高的表达形式 自由是因为被神的爱吸引 你不得不追随 不得不过的一种生活方式 没有人可以赚得自由 因为自由它是一种不可赚取的 可以保持的能力 所以在这个诗篇119篇说到 我要常守你的律法 直到永远 我要自由而行 因为素来考究你的训词 但是在英文当中是这样说的 I will always obey your love forever and ever I will walk about in freedom 就是它我走在这个自由当中 你会发现对自由的两种意思 一种是你自我作为一个主体 你自由而行 你走到哪儿天南海北 天涯海角你可以自由而行 但是在这里面英文当中讲的更清晰 当一个人敬畏神的时候 当一个人考究神 就是愿意去追求神的话语 他的训诫的时候 你就行在自由当中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一个人怎么样自由人呢 敬畏神 寻求神的话语 我们讲最后一点 我来讲最后一点 敬畏神是对自由的最完美的表达 在这里面 我把直接跳到第四点 敬拜神是人类最高的审美 再说一遍 敬拜神是人最高的审美 有些人会问了 敬拜神怎么和审美有关系呢 在保罗在十九章十九节说到 在善上聪明 在恶上要愚拙 所以敬拜神和审美是有关系的 因着敬拜神 基督徒呢 我们就有了从神而来的能力 去干什么呢 去渴望 那应当渴望的 去侵蚀 那应当被侵蚀的 本来每一个罪人 你就是黑暗的世界的 或者这个 是去颠倒的世界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自己的罪性 组成了这个世界 在现在因着对神的顺服 我们不仅能辨别出善恶 而且还能够去选择抵制邪恶 所以最高权威的顺服 就是一种审美 我想在这个世界当中很多的人 我们知道不分善恶 这个世界上 黑白颠倒 善恶颠倒 真假颠倒 臭美颠倒 香臭颠倒 但是你敬畏神以后呢 神将那个能力加在你身上 让你能够分别善恶 让你知道什么是好的 坏的 让你知道什么是香的 什么是臭的 这是一种审美 所以有一个人 他很 这个英文的一个作家 他基督徒 他想到 他很不可思议 他说很多的基督徒 他们受过学识 受过教育 受过很高的教育 他们完全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他们有完全的这种判断能力 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受过很好的教育 完全独立思考 但是当他们明白了基督的真理之后 他们把自己降服在神的真理之下 他说这是一种何等大的荣美 这是一种何等高贵的一种声明 你不是被别人逼着来到教会的 你不是被别人逼着来做这个信仰的 而是你用自己的理性 用你自己的心思意念来判断 当你明白神的真理之后 你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 这就是一种审美 所以没有一个人能离开神一秒钟 我们讲到 因为人离开神一秒钟 人都会死亡 所以从我们前面讲的 一个神 敬拜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非必然性 因为神让我们有机会悔改 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地被更新 我们可以正确地使用我们自由的意志 我们讲到敬拜神的意义的时候 敬拜神不单单 第一个是对你自己的 是你自己七情六欲 你各种心思意念的一个归正 进入到一个秩序当中 因为你敬拜神 你成为一个社会最大的祝福 因为敬拜神 你让你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 使用自己的自由的表达 还有一个敬拜神是一个审美的 就是一个审美的过程 我想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可目真理 却受本性的愚拙愚弄 人内心常常需求安息 却在矛盾中挣扎 人热爱天上的祝福 却贪恋今世的享受 人寻求上帝 却在受造物当中迷失自己 我想当一个人远离神的以后 他这个欲望 要给自己的欲望找一个出路 他一定会做三件事情 第一个是在远离神的地方 寻求只有神所赐的祝福 第二个用错误的方法 去寻求正确的目标 还有一个用暂时的满足 替代永恒的满足 所以兄姊妹 敬拜神不只是唱歌 敬拜神是将你所有的心思意念 都相伏在神的面前 所以你的生命当中的 你每一个气息 每一个呼吸 都是在敬拜神 不论在哪里 所以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来做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主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带领我们 来查考你的话语 谁敬畏 谁敬畏耶和华 耶和华必指引他当选择的道路 主啊 你是 你不仅赐给我们生命 你也让我们的生命 每天不断地 因着你的话语被更新 主啊 我也为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祷告 主啊 愿主 让他们常常渴慕你的话语 愿你也用你的话语来满足他们 灵力的需要 让他们成为 让他们因着对你的敬畏 对你的敬拜 成为他家庭的祝福 成为社区的祝福 成为教会的祝福 成为成为国家的祝福 主啊 因着敬畏 他的一生都被你祝福 彰显你的恩典 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你耶稣基督圣明 Amen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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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